大家好 今天是第一次實況 但是當然 怕大家吃不下飯 還有一點反錯 我還是不要出樣子 雖然你們有好奇心 今天真的是天黑 因著被她打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說 G隊友來台灣的目的 除了探望台灣美少女長腿巨女 還有另一個使命 就是找教練 找教練 華麗轉身變蝴蝶 但是她本來 是想做一些 令我們香港人羞恥的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有一個新聞說有一個香港的女生 預約了台灣的士司機 在機場出市中心 但不是no show 她是放人飛機 今天幸運 我就做回一個人 你不要認罪香港人 主隊友打算放人飛機 又說幾崇拜幾崇拜 人家的健身教練 不是放飛機 本身呢 主隊友就和上次一起比賽的一個好兄弟 打算兩個人一起過來台灣 找台灣見美傳奇 魔王許家豪 豪哥 去上課 但殊不知呢 我朋友昨晚到步之後 晚上就開始作病 今早早 她又說被敏感 還是不知流感 又說很不舒服 動不了 剛好遇到今早 龐陀大雨 搞到 豬隊友都不知怎樣去找 豪哥 不過到最後 當然就是阿芝師 在幫忙 做一個我人生的領航員之外 亦都是做我的道蠻犬 幫我帶老 做了道蠻犬小豬 所以最後都帶了我去 這個三八壯士的健身室 位於台北西門町 地段 最後也跟了豪哥 上了一堂 非常之充實 和高強度的一個比賽貨 我真是慘了 我真是驚喜 為何我巴士 有中培生這條粉皮的廣告 喂 中培生來台灣打拳 是呀 真是香港人之光 真是下雨 那經過了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洗禮 豬隊友除了慘叫 和面無血色 好像他平時打飛機 打太多 在廚房 在廁所旁邊 躺在這裡的情況 你覺得有甚麼得著 我覺得教練一開始很酷 不說話 但是男人慢熱也挺可愛的 後來就說一下推介 原來他太太有做按摩店 開了一間按摩店 介紹我們去 推介另外一些台灣的美食 例如這個舞露鍋 火鍋和鰻魚 他說肥錢屋是太過吹捧 好像香港人不會去那些店 反而如果在地道 他推介梅子和江湖村 大家可以試一下 說回訓練的重點 豬隊友平時又說自己多厲害 多厲害 嘩 真是 我從來聽到你叫 我不覺得你有多厲害 你是叫得很厲害 我是很專心專注 好幸好今早 有去過廁所 正所謂老老唱東便便通 放下了幾個便便之後 才去做高強度的訓練 不然我想應該在庫館裡 一站起來會跌兩塊 不應該出現多久 嘩 這個強度不得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Youtube打蠔歌耐料 看看台灣見美傳奇人物的訓練餐單 豬隊友的感受就是 100%就是他幫別人比賽 或者一些台灣 我們還是轉移一下 話畢我的新電話 雖然我的電話是交流樓 而且也不太值錢 但也挺做 也花了幾千元 我們先比一比 嘩 好漂亮 可惜我不是住在這裡 那繼續 現在台灣比較出名 或者比較尖端的健美選手 都是找豪哥去比賽參加奧賽準備 訓練的 今天豬隊友淺嘗了這個餐單 真是不得了 感覺到 我的肩膀 今天我主要是來找他順量堂 一堂就是肩膀 一堂就是背 這個是豬隊友想加強 也是 背你練了嗎 是拿來勾引豬師奶的一些重要部位 你不是練來練他今天只有肩膀嗎 背你還沒練 因為豬師奶經常都說 人家肩膀很厲害 人家背很厲害 哎哎哎 你沒有練背不是我說的 是這個羽毛求小王子說的 所以豬隊友今次 特地乘飛機來台灣 找這個傳奇人物去加強我 大家認為我最弱的地方 今天只是練肩膀 因為有兩堂 不會一天上去的 你真的想我死什麼 還有一堂呢 就是後日 再去上堂背 因為豬隊友也沒有帶 健身手套 拉力帶來 豪哥也覺得 今天上背會不會不恰當 影響到他摧殘我的強度 所以豬隊友今天 就馬上去完堂之後 就出去買了 今天也說 在等著吃武魯鍋 豪哥介紹 豬隊友和豬師奶 上次也有來西門町吃這個 武魯鍋 也挺好吃的 各位 我先喝一口 抹仔茶 這個不是廣告 只要是今晚買完 給大家看看 拍下你今天的衣著 不用躲起來 你覺得呢 我沒有拍你的樣子 你放心 你說什麼 你說哪塊肌肉 你從來沒有感覺過 你不要哭遠 你只要我拍到 這個中速 這個叫中速 對啊 真的 豪哥又問他 他說他自己怎麼練 他有多厲害 不是一個重點 我覺得他懂得訓練人 才是重點 他會 因為我在旁邊站在那裡看 雖然我就沒有份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裡叫什麼 豬師奶絕對不是只站 豬隊友今次 找豪哥上一堂 一個小時是2000台幣 豬師奶也充當翻譯人員 給他250台幣入場做運動 到最後呢 豬隊友在上課的時候 豬師奶做一個翻譯人員 完成了之後 豪哥既然可憐豬師奶 就專程自己走上去 跟那個櫃台的女生說 喂 這個肥妹仔 她沒有做過運動 我們都不忍心收她的錢 讓她拿回250台幣去買飯吃 因為我在旁邊站在那裡看 雖然我就沒有份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裡叫什麼 豬師奶絕對不是只站 豬隊友今次 就找豪哥上一堂 一個小時是2000台幣 豬師奶也充當翻譯人員 給他250台幣入場做運動 到最後呢 豬隊友在那裡 上課的時候 豬師奶做一個翻譯人員 完成了之後 豪哥既然是可憐豬師奶 但是呢 就專程自己走上去 跟那個櫃台的女生說 喂 這個肥妹仔 她沒有做過運動 我們都不忍心收她的錢 讓她拿回250台幣去買飯吃 哇 我在那個場館裡面 看到一個女教練 後來我當然問豪哥 她叫什麼名字 喂 因為我看到一些大波索女 我當然不放高 豪不猶豫地 妙問IG 求IG 求關注 是我關注她 原來那個女生叫Pinky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問我 我拿到她的IG 她是我很少會喜歡的女性身體 拍到這邊 她的IG 整個線條 沒有我現場見到她這麼精緻 這麼S型 我自己呢 有抱一下那些Gym Room 當然啦 我也是一些 球球旗旗 在那裡動一下 當自己瘦了 但我看到香港呢 普遍玩健美呢 都是一些比較很粗 粗壯的 叫做 不是玩線條 可能他們玩重量 是很符合他們比賽的標準 但我自己一個 旁邊學露人格 衝刺每一刻 是的 我的審美呢 就是要女性 即是我找回一張 我喜歡的那些女性的身形 給大家分享一下 嘩 我要S型 我要大波大拖 然後有少少訓練的線條 但不要操縱 那這個女生呢 嘩 腰團比例 我真的 唉 真是不說了不說 免得黃標 阿豬師呢 也不停跟阿豬隊友打顏色 阿豬隊友在休息喘氣的時候 也不妨瞄了兩眼 眼頭呢 看完之後呢 是不捨得 而翻開 如果我有機會呢 問到那個女生的IG 看看星期四或星期五 可不可以上到她一堂半堂的這些 喂 我第一次上教練堂 因為如果你說去在香港 上那些教練堂 男生 又好像有少少少男女受到不親 除非我想跟她發生交友誼關係 那當然是正啦 是吧 which is really good 但你說女生 那at least我要覺得她的身形 是我夢寐以求的身形 或者想dap她一杯的身形 我才會願意給這個價錢 如果你說這個女生 如果你說她的身形根本就不是我喜歡的 即是很難說服我 她有這樣的Quality 就是Qualify去教我 那看一下 你會不會推介別人來找這個教練呢 那個男生 哇 真的喔 一站起來整個人是厚的 G隊友 我想兩倍 雙倍 嘩 這麼多小朋友 這輛車 人家玩古典健美傳奇 橫掃台灣所有健美的獎座很多年 他有問過G隊友 他那個比賽是甚麼比賽 為何有分健美健體 他有說過這個比賽是 一開始有找他打算呈邀他過去香港 做教練評判 即是做評判的比賽那天 但後來他就時間關係 就沒有去到 就完省一年了 喔 那不出奇的 喂 說真的 當然極度建議大家來台灣旅行之餘 有興趣的就上課堂 我覺得台灣吃東西是OK的 但是你說的寬江景點 我和G也來很多次了 景點都不會再去的 因為在情況下 其實我們的活動範圍都是台北 西門町 夜市 其實你很多時間 一頭半個小時 就可以感受一下 台灣健美界的訓練課單 和香港的分別 因為說真的 如果說台灣健美界來講 他的Youtube是很成功的 剛剛豪哥也問我 香港健美界最有名的什麼人 我真的完全答不到他 我真的完全認識他老鼠嗎 為什麼 因為他完全這一堆人 是沒有相關的一些Youtube的頻道 可能香港只有一個半個那些 什麼健美界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些 其餘都沒有 當然 香港人和台灣人 絕對是兩馬子的事 台灣人是 很有禮貌 也不介意上鏡 但香港人 就是比較介意上鏡 因為不群求品足 除了某一些 健美界的網紅女性 外 男性真的很 買宵見少 在香港 所以你說 誰出名 我真的完全答不到 你說如果香港 他問誰出名 他當然想問他自己 那個層級的知名度的人物 但是你說 我拿過幾層 什麼什麼 2019 2020 哪個比賽的冠軍 是不是就叫他出名 我覺得不能夠 是 就是 拿來 同一個 水平去稱 你找過 這樣的人物 喂 之前 力威那個肥佬 算不算 胡師傅 當然沒有比賽 說真的 香港健美界 諸隊友 只會戴手機 戴手機 之前 豪哥也說 找我做專訪 所以我也 沒有再提這個名字 其餘有什麼 出名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還有大手機之外 對了 我們今天去買台北車站 真的台北車站 跟市民夜市 和西門町一樣 有很多 最多眼的店舖 都整理了 我終於明白 百葉蕭條 這四個字 是什麼意思 好吧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好吧 你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 別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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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你的茶還是尿 還有 原來台灣妹 很多都是 穿得很小布 背心仔 褲子 比底褲短 少少 好了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看看 上去 武老窩 有位未了 拜拜